大家好,又到了家境青群泰国新闻的时间了 我家很漂亮,但有些Hifi音响比较嘈嘈嘈嘈嘈嘈 今天有很多好消息跟大家分享 首先,泰国真的好消息 刚宣布了原来Test and Go coming back 没错,如果有机会有兴趣来泰国的话 2月1日开始,理论上Test and Go 即是泰国过程又回来了 现在正在商议,应该虽不重亦不远 大家很快出去,很容易回来泰国 但是在说Omicron如何当作死还是没有 泰国政府首先把Omicron 应该将疫情的影响程度由第四级变成第三级 与此同时,最重要的是可能有机会 四月份开始,我也要失业了,没有事要做了 为什么呢?因为每日影片早上不能够 一来就试试数字几多中招几多死 未来可能是没有了,没有这些数字 为什么呢?因为政府说,未来四月份开始 为了避免等大家惊恐 可能有机会就不公布数字了 因为不公布数字的话,即是没有事要知道 不知道数字,即是高还是低 不知道高还是低,即是没有比较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大家觉得没有事要发生 这是好事,即是不需要不断提醒大家 不需要大家提醒,以及与病菌共存 即是等于伤风感冒 你不会每日会公布今天多少人伤风卡 多少人伤风感冒流鼻态,你不会 所以在这个环境之下,即是代表四月份开始 未来可能会有这些数字,可能 坚持近一点二月份开始,就是Testing Go Coming Back 但若然如果这个期间要去布吉岛 真的要再打四十二分精神 因为香港朋友是绝对守法的 我不守法,因为现场是早上 即是十点钟未到,戏院未开 周围都没有人,四夜无人 所以我没有戴口罩 否则的话,出街要戴口罩 说的是布吉岛 因为有部分的游客不戴口罩 所以布吉市政府涉嫌,想立例 如果游客不戴口罩就要佛罩 所以大家都一定要留意 还有一件事 原来据称泰国已经入了大量的疫苗 是为小朋友而计 于是大人又可以打疫苗 中坊又可以打疫苗 小朋友都可以打疫苗 每个人都打完,群体抗疫便没事 然后印度陈雄说 五月份应该会好 理论上是否真的好 给大家看一些时间 怎样都好 说回来 最重要的是 Task and go coming back 第二就是 去到布吉岛 记得戴口罩 应该说去哪里都戴口罩 而且如果你下次来曼谷的话 可能有新事 是什么新事 刚刚公布了 接下来 泰国的地铁 地铁就开始可以用信用卡 用信用卡 拍卡 就已经可以入闸了 那时候是蜘蛛卡 蜘蛛走得很慢 大家知道 慢慢走 到现在都是 看到影子 看不到新的身 那什么时候乘BTS才能用到蜘蛛卡 真是未知 所以 下次来 可能用信用卡 就可以拍卡入乘搭地铁 但BTS 就迟些孙 迟些说 好了 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胡惠聪的内容 喜欢记得 分享 like 订阅 和按旁边的铃铃 更加喜欢的话 就加入WATCHER CUP 谢谢大家 谢谢 美酒署未完 或者容许我简单而不隆重地介绍 多一次一个Test and Go 第二弯的情况给大家听 首先第一 如无意外 2月1日就生效 大家就可以继续申请Tainland Plus 来泰国玩 之前第一弯就说到 全球只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士 是有资格可以这样来 其他地方的人士是不行的 有些澳门的朋友就说 为何我没有份 现在第二弯 任何一个地方 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士 都可以申请 此外 无论你们玩多少天都好 第一天和第五天的酒店 必须要设计一些 Chapas Plus的酒店 又或者隔离酒店 为何呢 因为这些类型的酒店 就和医院挂钩 于是呢 他们就会有专业的医护人员 就上来房 和你做这个RT-PCR的测试 你就不要一桌桌五晚的半老酒店 因为他们是没有和医院挂钩 做不到这些测试的 为什么刚才要强调第一和第五天呢 加因第一和第五天呢 政府都需要你做一个RT-PCR的测试 测试了没问题 那就没问题了 但是呢 其实呢 之前在第一弯之际呢 有一些的西方游客呢 就頑皮了 又或者是太爱泰国了 太久没来泰国 太挂着了 一做完测试 都没等过result 就已经冲了出去 甚至乎在别的散府玩 那就犯法了 就被人抓了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学 就是这么说 当你第一天测试完 没有事没有过 你可以搬去酒店的 搬去半老也可以的 但当你在半老住完二三四天呢 你又要搬回去那些 Trapers Plus 又或者是隔离酒店 就住第五天了 加因呢 那天呢 也都要做到一个的测试 如果测试完之后 没有东西的 那恭喜你啦 你就可以住边都可以了 到处走都可以 但如果一个不过以第五天呢 发现你买了东西 又或者更加麻烦 就是一来到第一天测试呢 已经是买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你就要买保险咯 有份保险就可以帮到你了 那份保险是包括 若然一个不过以来 你中了招的话呢 就可以捉到你的医药费 那样 另一个点呢 就是说 你来之际呢 必须也要出示一些的文件 呢 确保你已经是 设计了有关那些 Trapers Plus 或者隔离酒店 那些的费用 已经给了了 还有呢 也都包含 已经给了两次做测试的费用 是的 要给了钱先的 那更加重要的就是 你必须要出示 你已经打了两针 还有呢 来之前做过测试 是没有料到 这样才可以 看到这里呢 你可能会说 浪费啦 那样都有什么用 现在不会有香港人来泰国玩的 来完回到香港的旁边 21日 而且很难找酒店 怎会有人来 咦 那又不是呢 现在几乎每隔几天 就有朋友 问过我 喂 我想来应该怎么做 怎么办 我还指了他去问领事馆 拿那个 STV的Visa 现在不用拿STVVisa 申请回泰国护士 都可以 那当然 大家都知道 去完泰国回来香港 要隔离 一日 此时此刻 你订阅酒店都很艰难 但总会有人因为家事 公事 和不知什么事 就必须要去泰国 甚至乎 有些香港朋友 根本不是在香港 又或者有些不是香港人 但是会听广东话 看我的channel 他都需要这些资讯和资料 正所谓百货卖百客 这些资讯的东西 对听就听咯 不对听的就当我发疯了 不好意思 再长气些都说多一句 若然大家真的有兴趣 这个Test and Go coming back 都不妨打电话去 駐港泰国领事馆 又或者駐你们国家的 泰国领事馆查询 又或者问回駐港泰国的旅游局 或者你们国家的泰国旅游局 而泰国政府旅游局 香港万事处电话 正是260732 260732 打电话去问他们 他们的职员很久